今天咱们要说的一本书是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的原则 这本书中达利欧讲述了他赖以成功的自我管理原则和公司治理原则 原则这本书最近在金融投资圈里是风行一时 但在金融圈之外 本书作者达利欧并不像巴菲特和索罗斯那样名声显赫 谁是达利欧呢 正式开讲之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达利欧和他创建的桥水基金 桥水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目前的资产管理规模高达1600亿美元 从1975年创立算起到2017年底 达利欧一共为客户赚了492亿美元 比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还多60亿美元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对冲基金收益率一片惨淡 这个时候只有桥水基金一枝独秀仍然保持着两位数的稳定回报率 看得远赢得多 这是华尔街对达利欧的普遍看法 达利欧构想之宏大 眼光之深远 令普通人望尘莫及 1995年 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印度 达利欧就看好中国 认为21世纪的希望一定在中国 当时在华尔街很少有人这么想 但是达利欧想到就干 不但立刻着手与中国市场取得联系 而且直接把儿子从美国名校送到北京来读小学 对于这样的牛人 我们通常会很好奇 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为什么会这么做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 人家能做到极致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 达利欧的回答就两个字 原则 达利欧有一套原则 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当中 他都遵循这套原则形式 后来他把这套原则写下来 作为桥水的员工手册 再后来这本小册子流传了出去 结果很多大公司的管理者和投资专业人士都争相传阅 2010年起达利欧干脆把原则放到桥水官网上 结果下载量超过了300万次 2017年达利欧对这本小册子亲自做了修订 补充了很多内容 于是就正式出版了原则这本书 原则全数大约40万字 前面是达利欧的自传 后面是他的原则 包括21条高层次原则 139条中层次原则 和365条分原则 下面我就从达利欧的个人经历 自我管理原则和公司治理原则 这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先来说第一部分内容 是怎样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质 让达利欧孕育出他的这套原则 通过本书当中达利欧的自传 我们不难发现他有三个特质 首先他对新生事物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 达利欧12岁的时候 在高尔夫球场做球铜赚零花钱 当时股市火热 打球的人们张口闭口都在谈论股票 这让达利欧产生了兴趣 他总是在一旁聆听 当其他球铜把钱拿去买零食的时候 达利欧决定投资股票 整个中学时代 达利欧都在买卖股票 他还从财富杂志社那里 获得了免费的世界500强宁度报告 在家里仔细阅读每一份报告 到高中毕业时 达利欧股市账户里的钱突破了25万美金 在那个时代 这可是一大笔钱 1971年 达利欧在纽约教育所实习 那年夏天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对抗通胀 导致股票价格下跌 证券市场迎来了大萧条以来最差的行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宗商品交易火了 经纪公司纷纷开设大宗商品交易部门 熟悉大宗期货交易的人才短缺 达利欧出于对期货交易的好奇 在实习结束之后成为了期货行业第一位拥有哈佛 MBA学位的从业者 达利欧的第二个特质是谦逊和极度开明的心态 达利欧认为完成一项卓越的视野 就像穿越一片危险的丛林 你需要好奇心去探索 需要一种天生的进攻性一路向前 但是同时你还需要一种力量来平衡这种进攻性 那就是谦逊的力量 达利欧创立桥水八年之后公司遭遇重大亏损 似乎在一夜之间回到了原点 这种挫折让他不再绝对相信我是对的 而是反复的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 在认真思考之后 达利欧找到了答案 必须做一个谦逊和极度开明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犯错的可能性 而这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与其他的独立思考者交流 让他们对自己的推理进行压力测试 第二逐步归纳永恒和普世的原则 可以说谦逊和极度开明的心态 此后一直伴随着达利欧 让桥水从低谷走向辉煌 同时也创造了原则这本书 达利欧的第三个特征 他是超级现实主义者 不愿意在经济观点上附加任何道德评价 宁愿多研究点问题 不愿谈什么主义 达利欧在书中强调 在我看来 大多数人所谓的好和坏 只反映了他们所在群体的特殊偏好 塔利班对好和坏的定义和美国人的定义 就完全不同 美国人的定义跟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也不尽相同 达利欧不愿掺和到这些完全主观的适配中去 达利欧认为判断一件事情是好是坏 只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世界向前进化的大趋势 在达利欧看来 除了进化之外 其他一切事物最终都会瓦解 人类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只是进化的工具 而追求个人的进化 让个人变得更加聪明练达 拥有更多财富 就是让这个社会变好的最大动力 好的 第一部分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部分 说一说达利欧的自我管理原则 他在书中称之为生活原则与工作原则相对 这部分达利欧主要讲了两点 第一 拥抱现实 第二 自我进化 一生都在和市场风险做斗争的达利欧 把拥抱现实当作自我管理的第一原则 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理解现实是如何运行的 以及如何应对现实 人因为具有理性可以通过思考预测未来 这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在实际生活当中 主观构想出来的东西往往跟客观世界的运行并不一致 比如在投资活动当中即使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经过充分讨论和严谨的推演 你预测的结果也可能跟市场运行不一致 很多自诩精明经验老道的基金管理人就是因为过于自信 结果赔得倾家荡产 而像达利欧这样的成功者都是超级现实主义者 他们知道准确的理解现实是一切梦想得以实现的基础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达利欧有两大诀窍 一个是无我 他说在我们自己看来 我本人就是一切 个人的生命终止了 全世界也就消失了 而从大自然的视角来看 个人都是毫无分量的 只是七十亿人类当中的一元 而人类又只是地球上一千万物种中的一个 地球只是银河系一千亿颗行星中的一颗 全宇宙有两万亿个星系 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来讲 个人都太渺小了 认识到这一点 你就不会固守自己的惩戒 懂得自己的认识和经验 在客观世界面前都只是沧海一粟 你的任何结论都是值得怀疑 值得反思的 第二个诀窍是 观察自然 学习现实规律 这条原则的核心在于 要认识到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是人发明出来的 达利欧强调 施法自然 他说 自然比人更聪明 我们应该让自然教会我们认识现实规律 他将这个思路延伸到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当中 建议投资者尊重市场客观规律 不要被主观愿望和情绪波动左右 要以客观视角分析市场 有了无我和施法自然的心态 你就能让头脑开放透明 准确认识客观世界 了解自身的优缺点 走向成功的彼岸 达利欧推崇的另外一个自我管理原则是不断进化 这是达利欧借用生物学上的进化概念原创出来的一个管理学词汇 他倡导每个人都应该经过严格自我管理变成更好的自己 达利欧非常推崇达尔文的一句话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既不是最强壮的 也不是智力最高的 而是那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 达利欧说真正的成功人士跟普通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只不过成功人士懂得通过进化适应环境成为最好的自己 而个人完成进化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保持头脑极度开放 头脑封闭的人不喜欢别人挑战自己的观点 头脑开放的人则喜欢通过争论来化解分歧 头脑封闭的人在乎别人能不能理解自己 而头脑开放的人却善于换位思考 主动去理解别人 头脑封闭的人大脑里容不下两种相悲的观点 而头脑开放的人脑子里则时刻有两种观点在交战 有了一颗极度开放的大脑 你就能够摆脱成见 凡事不再先入为主 不再预设事情应该怎样发展 而是按照事物自身演化的规律去做判断 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够看到真相 极度开放的大脑还能帮助你克服自我认知的两大障碍 一个是消除潜意识当中的防卫机制 让有逻辑有意识的你战胜情绪化的你 第二个是帮助你消除思维中的盲点 人的天赋各异 有些人能够看到全局 但不关心细节 有些人做事细致 但却没有大局观 一些人习惯现行思维 另一些人习惯发散思维 要克服自己天生的思维盲点 就需要开放的头脑来听取别人的意见